从华为上个礼拜决定起诉美国政府之后 华为就成为了全球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 毫无疑问华为的反击 引人瞩目 3月13日和3月14日 华为总裁任正非 接受了美国有线新闻网和加拿大媒体的专访 不看报道 也基本上可以知道采访的问题当中 美国、孟晚舟、华为是 让不开的关键词 那么 当被问及与美国相关的问题时 任正非是如何看待的呢? 总结来说 就两个词 不值得和感谢 听到任正非说这两句话 很多人记忆万有惊叹 到底怎么回事 一起去看 1.去美国会紧张吗? 不去 美国市场太小 不值得 当前情况下 华为和任正非 都需要这么一次西方主流媒体的专访 以便向西方国家传递准备的华为声音 反过来说 西方世界也需要有自己人去报道华为 以便让他们做出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断和选择 所以说 3月13日和3月14日的两次专访 理应认真关注其内容 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采访时 任正非很明确地对美国的行为做出了评判 这届政府如果对别的国家 公司和个人很凶恶的话 大家是不敢去投资的 之后 任正非解释了为何华为要起诉美国政府 华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 正遭受来自美国的不公平的对待 华为选择起诉的导火索就在于 要挑战美国最近一项有关禁止联邦政府机构 使用华为产品的法律 不过 上述有些问答都是常规操作 最经典的应该是在被问及 孟晚舟被捕后 他是否会对前往美国感到紧张时 任正非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美国市场对我们来说很小 所以我据美国的价值不存在 还是他们律师比较合适 比较好 一句美国市场很小 不值得去 如此这般答复 让人佩服 二 如何看美国对华为的污蔑 我们只是小公司 感谢美国的宣传 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采访之后的第二天 任正非又接受了加拿大新闻台专访 美国对华为的污蔑 成为了这名主持人非常关注的问题 因为针对美国污蔑华为在设备上安装后门 为中方政府做间谍活动一说 任正非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 一 华为每年有1000亿美元的收入 如果存在后门 那么来自140个国家的客户 就会停止购买华为设备 二 用户停止购买华为设备 华为就会因此而倒闭 三 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 中国法律法规没有授权任何机构 可以强迫企业安装后门 所谓的安装后门 间谍活动 都是污蔑 那么问题又来了 任正非是如何看待这些污蔑的呢 任正非说了两句话 足以成为流传的经典 第一句 事实上我们只是一家小公司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是竞争对手让我们看起来更强大 所以我们变得更受欢迎 请注意关键词 我们华为是一家小公司 有多小呢 每年1000亿美元收入 不到7000亿人民币 第二句 华为应该为这次的 广告宣传活动付钱 因为华为从未在世界上这么有名 不知道特朗普看到这波免费宣传 是何敢想 一个成大事 半世界一流企业的总裁 果然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胸襟 和看待问题的角度 必须给人同点赞 三 捷报评转 华为是挡不住的 讲真的根据媒体最新的披露 三月份 华为又签署两份海外合作协议 两份合作协议分别来自马来西亚和摩纳哥 更加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 马来西亚通信和数字服务公司铭峻 已与中国华为签署协议 将加快马来西亚的5G建设 双方在2019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两家公司将通过端导端系统 和服务进行全面的5G测试合作 摩纳哥电信和华为签署了协议 为物联网大数据科云服务 在摩纳哥开发技术和营销解决方案 所以 任正非说的绝非是虚化 美国的行为确实为华为打了广告 要不然在2019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华为也不会成为如此耀眼的明星 更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拿到如此多的订单 以至于让偌大的美国市场 在华为老总的眼里变得微小起来 事实已经证明并且会继续证明 遏制和污蔑 从来不能挡住华为前进的脚步 未来的日子里 华为将会获得更多国家和用户的更多的认可 毕竟中国不是美国 是绝对不搞全球窃听的